好像就是穿风衣的季节了 你是不是穿风衣的时候 还是就是这样子 两个风衣带不知道该怎么绑 然后就搭了在旁边 又矮又累赘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三个方法 就是你包胶包困 还是一样 慢用做第一视角 这个点算通常 在你开键穿风衣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了 因为它的肩带其实比较宽 所以你就可以这样对着 然后你就这样子一上一下 然后绕一圈一样是勒紧 勒紧完之后 把长的肩带这个地方绕一圈过来 这种就非常好掌握 然后打单节就可以了 不要打双节 因为打双节就很容易形的肚子很大 然后这个地方有多余的折量 都不用担心 可以让它随意 就这么打就可以 然后第二个方法也是一上一下 然后呢把下面这个丝带 整个绕过来 面前一上一下这样子 然后卡紧 而且呢就是下面这个 绕过它 左右两边手交叉一下 从中间圈入 形成这种实际节的肩带 然后像这种比较有设计点的那种风衣机 它这边是做的那种两个卡环 它的风衣带一般都会比较长嘛 风衣带的这个地方你可以对着 就把它对成一个不要那么长 然后呢你就这样子扯住 扯到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完之后呢 串一个过来 放在右侧 让它更有设计点一点 然后你就稍微调节一下就可以了 到隔壁里面 嗯 在 aquí 我还能暗闭的